各位學員,大家安安,大家好 好 好 我們是法理行為 所以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台灣什麼人的 台灣人的 因為說台灣是理的,請你來唱 因為台灣是黨的,請你來唱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請你來唱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請你來唱 因為台灣是日本天皇的,請你來唱 好 台灣到底誰 就是我們怕你來上課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常常上課都要問一句話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請你來唱 現在不可以來唱 好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國兵飯店是住在國兵飯店的人的人的人 請你來唱 國兵飯店是住在國兵飯店的人的人的人 有證著沒有證著 這麼好空,我可以去住國兵飯店的 你住在國兵飯店 你不能說國兵飯店是你的 你不能說 你住在台灣 所以台灣是你的 那是完全錯誤 政治上 選舉的時候 要騙票 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沒這樣說 他沒辦法支持你的心裡面的認同感 所以 如果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那到底什麼的 有這個問題 你今天為什麼來這裡讀書的原因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那到底什麼 不怪現實是大家都亂唱 胡錦濤說 我愛台灣 習近平也說 我很愛台灣 馬英九也說 我愛台灣 大家都愛台灣 愛台灣的時候 台灣就是他的 這樣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嘛 所以這個時候 這件事情要把它分清楚 就要看什麼 法例 所以理論上 台灣這個名詞 有兩種的解釋 一種是叫做政治台灣 另外一種叫做法例台灣 政治台灣 台灣人 六十八年來 給很多政治人物 領著五公四 你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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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不清楚說 到底他說得對還是不對 我怕你為止 你搞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說 因為中華民國是國家在請你下手 你認為中華民國是國家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在請你下手 你搞不清楚 我請問你也很矛盾 你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你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是不是 有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請你下手 怎麼不敢拿 你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你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你搞不敢拿下手 我弄下手 那當時就批上手 沒有啦 沒有啦 不要送你 要這怎麼辦 要怎麼收你 我相信 你如果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我不敢跟你拘 我告訴你 這個法例的東西 就是怕你 你來上學的地方 這張是中華民國國民新聞證 有投票的 別去投票的怕手 投票的副本不是跟你說要公民才有投票權 你是國民身份證的 你連公民都不是 你投票就投什麼票 大家都會說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不是國家 你選中華民國總統 但是在報道跟你說台灣總統 你就搞不清楚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也不等於台灣 說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研究 到底台灣這個土地什麼人會在法理上 如果是政治上不準 怎麼說不準 什麼人比較強 什麼人拿去說他的 什麼人在這個國際上 他先佔這個土地 還是用武力 拿這個土地 他的宣布說他的 但是法理上就不可以這樣說了 不是路的看著一個水澡小孩 你不覺得他媽媽 把家鄉拿去領著 你說這是我的媽媽 這樣不是算你的媽媽 如果受的嚇手 如果要變你媽媽一定要怎樣 要去煮車 要有一個儀式對不對 所以說 台灣紀念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人的 你別說台灣是你們的 什麼人的 那都不準 我們就要去找說 在歷史上 什麼人有管理 對台灣這個土地做出份 對台灣這個土地做出力 什麼人有管理 他扔 大先生你扔就說 有一個叫做古金山和平 國金山和平條約 對台灣有出力 第二條 二十三條 有出力 再扔 扔到以前的馬關條約 對台灣這個土地有出力 還扔到以前的 沒有了 沒有條約 沒有條約 條約叫做treaty 條約這個東西 是國際上所認定的 現在這個東西 是現主席 尤其是1830年 1840年 拿破崙時代一歐 這些國家所認定的 以前因為 戰爭很多 戰爭的時候 兩個國家戰爭戰爭的 這個國家如果戰爭 將另外一個國家給它摘 戰爭為王 算下去 算不算我戰爭的土地就是我的 這件就叫做併吞 就要在1830 1840年的 拿破崙時代以後 國際法就修改了 修改做什麼 占領不能移轉租還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占領不能移轉租還 所以 這就是我們今天 負貴寶最改大的一個原則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看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1894年 日本和大清帝國修建 港澳建政 三天而已 清條的建書 建書以後 簽一個馬關條約 在1895年的4月17號 簽這個條約 簽這個條約的時候 這個條約裡面怎麼寫 你們先看我這裡 不要記得什麼東西 我們修改的課本裡面 是不是跟你們說 馬關條約 清朝將臺灣割讓 割讓給日本 你改的是這樣請你拿手 我改的是這樣 你改的是這樣 你改的是這樣 都是嘛 對不對 好 這句話對不對 來 我們看馬關條約 在原文 大清帝國大風帝陛下 和大日本帝國大風帝陛下 為定立合約 什麼人跟什麼人正立合約 風帝對風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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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重點 你不要買賣家的 你拿手 你不要買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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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汽車請你拿手 你們總有這個經驗 對不對 我 和你 兩個人定客 我的名 林志森 另外對風的名 叫做張三 我這家車沒有張三 張三付給我錢 車貴貨做什麼人的名 張三的名 是不是 他們學生 有一天 鄉鄉走出來說 我老爸的頂位是我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去你拿手 不可以請你拿手 對 你都知道 不可以了 所以你要看 風帝對風帝 所以 我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有很多土地 有北海道 有本州 有四國 有九州 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 土地 裡面 他沒辦法管 風帝 絕對沒辦法管 他就請什麼人 來管 請首相 來管 首相 來管 和風帝 直接管 是不一樣的 風帝 有所有管 但是首相 有管轄權 所以風帝 台政的風帝 用台灣這個土地 來掛給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有了台灣這個土地 這個所在 又建設一個國際法 就是說 市民地 殖民地 本來是殖民地的 掛給別人 也是叫做殖民地 因為台灣原來是 台政地國的市民地 所以掛給日本天皇 以後 也是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但是日本天皇很聰明 他變成殖民地的時候 台政 他發現了一點 你怎麼看 那時候台灣的地圖 來你看 台灣的地圖 台灣的地圖 你給我看看 來 你看 那台灣的地圖 那個時候 別看著這個地圖 請你拿手 別看著這個地圖 請你拿手 這是真真正的 台灣 在清調那個當時的地圖 架兵 那個土地 是怎樣 空的 是怎樣空的 不記得的 不是不記得的 不是不記得的 請兵 是誰人的 就是 古山祖的 因為古山祖 不是 射 台政地國的市民地 我後來拿一個東西 誰來 三塊 說過時間 我們現在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就 我在 這個要機制反應一下 只好現在這個時間 秘書長再忙一下2分鐘 我講個笑話 還是台生講個笑話 這都我們女兒說給我聽 現在都要女兒說笑話給老爸聽 因為我們現在 都聽什麼話 我們女兒都已經 讀台學了 都有很多笑話在那裡 在那裡 他說 就有一天 他說有一個人 做好事 上天說他做好事 所以叫他 叫他 叫名 這我們女兒坐在那裡 他說給我聽 是你講給我聽的嗎 不是 他就要試試看 他說 上帝竟然給他九條命 他就要試試看 他到底是不是變成九條命 他就跑去火車頭前 試試看 給火車撞 結果火車就撞下去 他就撞掉了 他撞掉就覺得 奇怪 上帝不是給我九條命 我怎麼去火車撞就撞掉了 他就去問上帝 上帝說 你也撞四輪的轎車撞 還是那個 你要試驗去給哪一個車 哪一個車撞都好 你幹嘛去給火車撞 因為那個火車有十節車廂 他九條命了 十節車廂撞下去 撞十次當然也撞掉了 撞一次一條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也一樣 有一個媽媽 他就是很愛他兒子 他要走之前要跟他兒子講說 兒子啊 我留了兩萬隻鵝 兩萬隻鵝 兩萬隻鵝 我有一個農莊 裡面有兩萬隻鵝 還有超過五萬個金幣 他就很高興說 謝謝媽媽 留那麼多遺產給我 然後媽媽在哪裡 他說 我給你密碼 在開心農場 好 我們再 把棒子交給民主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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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他剛才說的 日本風地有所違反 但是修上有管轄權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 本來是殖民地 我們看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 右邊是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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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日本天皇 派軍隊和警察 來 將這個土地 跟政府 說政府 是比較好聽 是這個 什麼 打敗 那個高山 打敗 打敗以後 打敗以後 日本風地 將這個土地 全部建立 台灣的主權 主權 所以 在1905年 日本風地 開了一個國際會議 到1915年 這個土地 讓日本天皇 建立台灣的主權 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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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檢查一下 那個USB裡面的那個 你會看到裡面有那個晨晨版的花 一打開裡面看到那個 環保的那個 有沒有看到 抗暖化 給我 一分鐘我準備一下投影片 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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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 好 我們先上明天下午4點半到6點的課 就是現在這堂課先上4點半6點 大概一個半小時 那 我會大概在 半個小時之後讓各位休息10分鐘 那 我們今天來談 來談一個 一個 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我盡量用 後面來說 因為 今天你說看 我們說 北京的說習慣了 那裡面在說的時候 說比較多北京的請大家多多見諒 這裡面我要提到的 這是以前在這個 在桃園 在台北 那我第一推廣 那為什麼要推廣這個 那為什麼要講這一塊 跟各位現在 我們的 民政府 我們以後要 我們要執政 我們要做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不同的 這個 那個狀況 那讓大家 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在講課之前 我先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要延續剛剛民主長在講 讓各位知道 像台灣 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各位第一堂課來到這裡 都難免 會有一些 心裡面的很多的問號 在想說 我今天為什麼要坐在這裡 有時候有的是 朋友找我來的 有時候是 網路看到的 有時候是 北部一定叫我來 像我來的時候也是 我爸爸說叫我來 要來了解 你一個工事 你要來了解 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台灣的歷史 我們台灣建立的歷史 我們台灣的未來 我說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歷史 不是自 國小就開始打了 各位國小念的那個 歷史 不是都告訴各位嗎 中華民國在台灣對不對 我們都有唸到啊 中華民國在台灣啊 我們有唸到啊 那我如果今天告訴各位說 中華民國不是在台灣 各位覺得很困惑啊 中華民國怎麼可能 不會是在台灣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你現在唸的歷史 是真正的歷史嗎 你現在看到歷史 是正確的嗎 為什麼你今天會坐在這裡 為什麼會 等一下明天會有歷史老師 來告訴各位 台灣正確的歷史 台灣到底要何去何從 台灣現在到底在哪裡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常常我們的球隊 代表台灣出國去比賽 我們用的都什麼稱號 Chinese Taipei嘛 中華台北啊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錯啊 那為什麼他只是講中華台北 他為什麼不能不講 Chinese Taiwan 如果他代表台灣去出賽嘛 他是台灣隊啊 他為什麼不講Chinese Taiwan 為什麼要講Chinese Taipei 中華民國只有在台北啊 所以中華民國也可以在韓國 在韓國的那個 像韓國他也曾經在上海 叫Korea上海 所以像這些你就會發覺到說 很奇怪耶 中華民國可以在台北 韓國可以在上海 然後一些流亡的政府 流亡的國家 他們都可以這樣子 灌上一個城市的稱號 但是你要知道 只有流亡政府可以灌上城市的稱號 Chinese Taipei Korea Shanghai 一個國家 一個 這個 有人民支持 有選舉權 有參戰權 有那個 可以那個參政權的 這個國家 他是不能用流亡政府的 城市冠名來替代 所以從這裡做一個開場白單 各位了解 各位今天坐在這裡 不管齁 你是誰跟你交來 你是怎樣原因來到這裡 去用騙的 去用白的 去用共的 都沒關係 既然你坐在這裡 你就花三天的時間 了解這些老師 這些 那些 那些 那個什麼 三立新聞都有在採訪 一些 高知識分子 台灣很多 迫數 碩士 他們 來台灣民政府 他們來辦台灣的身份證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 有這段新聞前的 拿手機好不好 很多人都沒有 好 請手放下 你們一定要先辦這張 現在 當你辦的 拿著手 當你辦的 那還好 那表示大家都已經有初步的了解 那我再請問一下各位 在今天之前都沒有聽過台灣民政府 然後就被逼來上課的 都沒有聽過 完全不了解 就無緣無故 莫名其妙就坐在這裡了 舉一下手好不好 沒有人 有 還真的舉手 今天來到這裡 你會慢慢的透過一系列的課程 讓各位了解 那在各位了解之前 各位如果 今天 受完訓之後 你初級班上完 高級班下個禮拜再上完 你就成為 台灣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台灣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你要有 國際觀 你要有宇宙觀 那我今天就讓各位 我們來談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來談國際觀 來了解 我們的地球 地球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那我為什麼會一直想要談這一塊 其實 我在這個講台上 已經 講過非常多次的課程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想跟各位談談 也很多 學員就告訴我 老師 你大家都說 喚醒心中的巨人 巨人 我們的巨人都已經被喚醒了 我們想要聽點別的 所以我今天 因為我們不是有在座各位 五十幾個人 六十幾個人在最高 我看 今天應該超過要挖一百 不是只有這些人在上課 我們網路上 都有超過一萬個人以上 在觀賞視訊 所以趁這個時候 讓我們這些未來的 台灣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能夠有一些國際觀 所以我今天來講這個議題 讓各位了解 什麼叫永續城邦 什麼叫低碳教育 什麼叫綠色生活 那這個是蠻衝促的 所以我等一下 如果講話有一點要補充的話 請各位見諒 那我們看下一張 台生 這個跳過去 環境教育法跳過去 這以後我們會在 我們會在那個 會在自己台灣民政府的定例 這是中華民國的環境教育法 來下一個 其實環境教育法到世界各國都一樣 下一張 維護環境生態平衡 從 我們從全球暖化開始談 各位有沒有知道 有沒有聽過有沒有 接觸過這個議題 全球暖化 各位知道現在 我們的北極熊 昨天新聞都還在報導 現在北極熊會餓死 因為沒有冰了 等一下我會讓各位看看 地球到底這幾年來 我們的冰的融化是怎麼樣 再來我們從日常生活 節能減碳的十大無悔措施 再來談 第三個告訴各位 全球暖化是怎麼來的 第四個 怎麼樣說有抗暖化是最新的觀念 這個跟我們都很重要 如果沒有地球就沒有台灣了 我們也就不用談台灣民政府了 第五個 維護環境尊重生命 達到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 好下一張 第六個 真愛地球立即行動 下一張 來 這是我們的地球 這裡面有台灣 再下一張 地球上面有超過好幾千萬種的生物 非常起立非常壯闊 人家常常在講地球是我們的母親 再下一張 經過四十億年的長久化育 大地之母給我們一個美麗的家 這是我們的地球 下一張 短短兩三百年 這兩三百年來 我們的家 變了 變得怎麼樣 我們的家變得非常多的能源 因為一直在消費式的經濟 一直在不斷的消費 你現在看到所有的電視廣告 平面廣告 自入性的廣告 自入性的行銷 就是不斷的在叫你消費 只要消費 就要有能源 就要有工業 就要有農業 把農業工業化 把漁業也工業化 把畜牧業也工業化 我們人真的需要吃那麼多的魚 這麼多的肉嗎 可能遠古時代這個北京人 他們可能需要捕捉獵物 所以我們人的基因密碼裡面 有一個可能 聞到那個BBQ就會覺得 喔 受不了 這是人類的基因密碼 但是我們真的有像現在 需要這麼多的肉嗎 會不會覺得現在 這個肉吃太多了 以前好像要過年的時候 才會殺雞 宰羊 宰牛 那現在好像天天都在慶祝 禮拜六就來一下那個 吃到飽 BBQ 這些消費式的經濟 怎麼樣改變地球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張 下一頁 這些消費式的經濟 第一個就會讓地球發燒 有感覺到吧 昨天 台北市39度7 那還沒什麼 最好笑的新聞是什麼 我們最近就接到 在那個LINE上面就接到 朋友在講說 有非洲的朋友在武漢 中國武漢留學 然後他們說 我們要回家鄉去避暑 因為武漢太熱了 要回非洲去避暑 非洲不熱嗎 也很熱耶 可是他們在武漢他們說 攝氏可以高到五十幾度耶 五十幾度耶 然後到處都有人熱死 地球真的發燒了耶 為什麼 二氧化碳排放不掉 那各位可以猜猜看嗎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等一下來 後面會有都有正確答案 二氧化碳到底 誰排的二氧化碳最多 汽車對不對 有人說汽車 不對 煉油場對不對 也不對 也不是冷氣 等一下會有告訴各位 我這個聯合國都做過統計 我現在的資料都是從聯合國 從Google上面都可以抓得到 我只是把它整理 綜合起來讓各位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概念 下一個 暖化會造成什麼危機 你會看到澳洲的森林大火 澳洲的森林大火都撲滅 都撲滅不掉 然後看到那些打火弟兄 真的很認真 可是就撲滅不掉森林大火 他們怎麼建立防火線都沒有用 再來咧 威力更強大的暴風雨 颶風 颱風 龍捲風 海嘯 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會有311大地震對不對 那個震度有人會想到嗎 幾集 幾集的311大地震幾集 以前的那個瑞士地震不是說7級就大地震嗎 對啊 它測起來超過幾乎到9級耶 強烈地震增加再來 你會看到 平民看到這個 不該下雪的地方 下起了3月雪 8月雪 最近台北不是下了8月雪 不過是人造成的啦 25萬人造成8月雪 你會看到水災 看到旱災 這些水災旱災都一直來 再來咧 你會看到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 各位有沒有去想過 到底為什麼會有SARS 不是沙士喔 SARS 要捲蛇 SARS 為什麼會有SARS 為什麼會有AIDS 為什麼會有H7N9 為什麼會有這些 地球有一個很大的肺 在哪裡各位知道嗎 亞馬遜嗎 地球有一個很大的肺 在雨林 雨林在 哪裡 對啦 在亞馬遜那邊 是熱帶雨林 那個雨林是地球的肺 對 然後但是巴西人 他們開始有這個 農業化的工業 農業化的工業 就開始把雨林都砍掉 雨林砍掉去做什麼 做畜牧業 去養牛 比較有經濟嘛 所以地球的肺 就沒有了 一直在消失 那地球還有另外一個調節的功能 溫度的調節功能是南北極 等一下讓各位看一下 南北極現在變得什麼樣子 你覺得我講的很好笑 其實我每次 講到這個 我再看到這些我都觸目心驚 糧食短缺 饑荒耶 他們有算過 地球上 地球 所有的糧食 所有的糧食 可以讓全球超過70億人口 都吃得飽 通通都吃得飽 那為什麼糧食會短缺 既然這些植物 你種的玉米 大麥小麥 稻子 可以讓全世界的人都吃得飽 為什麼要有糧食饑荒 為什麼 沒有想過 我們等一下慢慢的看下去 探討下去 下一個 現在海平面上升 海岸線不斷的被侵蝕 所以你們等一下看到未來的台灣會怎麼樣 如果我們沒有做改變的話 我們的 將來台灣民政務執政 我們的執政的管轄區域會很小 因為都被海淹沒 現在很多國家 很多國家 在海平面附近的國家 他們都在研究怎麼樣把他們國家整個遷走 尤其是太平洋島嶼那些環礁那些 海平面一直不斷的在上升 他們國家很快就會整個埋在水底下 所以國家整個會不見了 再來 為什麼會冒出大量致命的毒氣 甲烷硫化氫在講什麼 俄國的科學家在西伯利亞 有去挖 真的就是有那個大量的氣體 甲烷硫化氫一直在冒出來 而且都不會被 大氣層這個整個平衡吸收掉 整個現在大氣層臭氧層破洞了 臭氧層破洞了 很難補耶 我想到臭氧層破洞我想到那個色文鈴木 我們下一堂課先看一下色文鈴木 來接這個會更好接 來下一個 還記得這是台灣 台東 沒有啦 我們台東啦 金帥大飯店 地噴 我給你講一噴 這會記得 這麼大一個飯店會這樣掉下來 這整個台灣也都在改變 再下一個 再下一張 你會看到以前都沒有想到那些風災啊 那些水災啊 那些水災啊 納粒啊 這些會造成那麼大的影響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沒什麼 然後沒想到的影響那麼的巨大 威力更強大的台風 暴風雨 巨風龍捲風海嘯 莫拉克颱風 巴巴水災 土石流 整個滅村 我們這裡有很多高砂族的 不知道有沒有從那裡來的 很奇怪喔整個村子會被滅掉耶 為什麼 大自然的環境 大自然在反撲了耶 再來下一個 IPCC報告裡面 把台灣列為氣候變遷的高危險群 IPCC是什麼 等一下後面有人告訴我 海平面上升缺水 台灣會缺水各位聽到嗎 台灣常常一整年 從頭到尾水力署要管治水 請大家節約用水 為什麼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 我們把水真的是 當做大自然的這個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資源 我們對水真的很浪費 真的很浪費 我後面都有投影片給各位看 這總共我準備了100多張投影片 都是去收集來的 全球天災的高風險區台灣 下一個 南北極的冰一直在融化 這是已經統計出來的 海平面 在未來會上升6到35公尺 6到35公尺 因為南北極的冰如果融化完了 那他們南北極的冰到底融化多少 融化很多很多 多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可能一座地中海 一座哪一個海的水 就這樣一直不斷的被融化 南北極的冰不是融化 就這麼簡單 它裡面還有很多潛藏的毒物啊 潛藏的氣體 都會冒出來 那南北極的冰融化 海平面會上升6到35公尺 台灣會變成怎樣 來看下一張 我們這是那個台大地理環境資源系的賴教授 他做GIS的模擬 在天下雜誌369期 看海平面上升25公尺 台灣會變怎樣 台灣變成這樣子 你會看到彰化 整個彰化市就在海裡面 海旁邊 那彰化旁邊 彰化市有人住在彰化嗎 你看到台南 台南市 現在的台南市在水裡面 沒有台南市 你看到高雄的壽山島 也在水裡面 你現在看到的綠色是陸地喔 你看到花蓮市 也全部都在水裡面 綠島台東市 綠島已經剩下一小塊 然後台東市也都在水裡面 整個台灣的地圖會變成這樣子 看起來很奇怪 我們台灣變成這樣 但是 這是真的啊 如果南北極的冰完全融化的話 那南北極的冰到底會不會完全融化 很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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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聞言聳聽耶 所以各位 台灣民政府的 未來的高級公務員 你們要有這些概念 要了解台灣 真的需要各位 讓台灣這個 整個帶動全世界 你不要小看台灣 它可以帶動全世界 來 下一個 約大概六百萬個台灣人 會成為氣候難民 現在那個太平洋島國 很多就已經成為氣候難民了 你會這樣子 你會看到這些人 全部都在水裡面 然後那些都市 全部都淹在水裡面 包括林口 林口 台北林口這邊都變 靠近海 旁邊就是海 林口現在很高喔 來 下一個 那我們來看2000 我們先看最早最早 回去 1979年 這是真的 1979年北極的冰層 這麼大一片 2000年 2006年 2007年 1979年 有沒有看到 我們是做到2007年 有沒有看到今年的報導 北極冰層一直在融化 還在繼續融化 難怪北極熊會餓死 他們的傳統領域 高砂族有傳統領域 北極熊的傳統領域都不見了 他們是真正的第一批的氣候難民 本來這麼大一片的冰塊 你很難想像 北極冰層 而且北極冰層本來都是湧洞的 有一些湧洞層 現在都已經解凍 感覺很棒對不對 北極冰層解凍 一點都不棒 因為水一直在融化 到處都在淹水 下一個 北極冰層融化 第一個致命的危機 會冒出大量的致命毒氣 叫做甲烷 西伯利亞永動土 萬年來首度解凍 所以大量的甲烷釋出 甲烷是什麼 不敢死 不敢死 我們人應該不在keep 不能齁 我們是可以keep CO2 我們不能吸夾丸對不對 吸了會死 所以現在日本 開始在賣氧氣 不然大家可能要出門的時候 要推一桶氧氣桶 然後戴個面罩 這樣比較安全 免得不小心吸到的都沒有吸到氧氣 都吸到甲烷 下一個 我先告訴各位 永動土底下 科學家真的很厲害 我都不知道他們怎麼算 他們算出有4000億到3兆噸的 超級溫室氣體叫甲烷 相當於全世界土壤裡面 甲烷存量的四分之一 那永動土一旦大幅解凍 溫室氣體甲烷會大量的跑出來 這些都不會消失 地球暖化會失控 所以為什麼科學家這麼的擔心 都說這個日期本來是2050年 你會看到現在很多的災難片 大家叫做明天 我們叫the day after tomorrow 我們叫明天過後 怕各位有沒有去看過這些災難片 他們在演的都是未來有可能演化的 再下一個 你不用擔心 我告訴各位都有解答的 不用太擔心 沒有答案我不會告訴你們 致命的甲烷又是什麼 致命的甲烷就是瓦斯 藻氣毒氣它是一種對人體傷害很大的氣體 吸入後會昏迷會致命 這要甲烷 下一個 那我們來看永動土跟甲烷 上面你點一下 有41秒讓各位看永動土跟甲烷 你點上面那個0.41內 那也會有影片 有嗎 點得出來那個影片嗎 點不出來好沒關係那下一張 它有一些還是有一些數據 點不出來沒關係下一張 它本來都有鏈結啦 它有鏈結到一些影片上面 等一下我們的技術組組長台生 他會克服 下一堂課你可能就可以看到這些影片 我們看下一頁啦 我們要怎麼樣節能減碳 這是每個人都要去做的 我們每個人都一定要去做 而且我們要去傳導 就像推行台灣民政府一樣 我們先從自己做起 等到民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要大量的推廣 當然我們的環境保護局 也都會告訴大家 怎麼樣做節能減碳 更讓大家更知道 現在中華民國有在做 但是做的很少 各位有聽過嗎 節能減碳十大措施各位有聽過嗎 沒有 奇怪耶 他們花那麼多經費 花那麼多經費 還做那麼可愛的玩偶 大家都沒聽過 來下一頁 這兩個就是一個黑熊寶寶 一個那個北極熊寶寶 他說節能減碳策略 是在思考 有一個很重要的思考點 就是在健康舒適的基本生活 將各種資源 進行有效率的應用 不是要各位改變 讓各位的生活 要變成非常的節儉 非常的克難 然後非常的什麼 不是 不要過於不及 因為 那個作用力越大 反作用力越大 有學過就知道 那個皮球你一直壓壓壓壓 壓到最後 彈到天上會彈得越高 所以沒有各位這麼克難 我們在我們的健康舒適的 基本生活 養成有效率的運用 而且把它試成生活習慣的 試成生活的習慣跟態度 達到愛惜資源 減少暖化的目標 所以民眾 落實節能減碳 行動簡單 不需要成本 成本很低 不花錢還可以省錢 可以達到愛惜資源 減少暖化 而且減量具有負成本 代表執行後 下於大於其投入成本 那個我們的議長 剛剛在告訴各位 我們以後公務員 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的本益比 要大於一 中華民國現在做一個工程 一億的工程 他們真正投入去建設 大概多少 各位知道嗎 對 大概三千萬左右 那剩下七千萬跑哪去 大家要分 大家要分 每個人都要分 分一分以後 然後一億的工程 三千萬下去做 哪做得好啊 所以我們以後要做的就是 要大於一 我們能夠 我們拿到一億的經費 我們可以做到一億兩千萬 一億一千萬 一定可以做得到 找方法 我們要找方法 不要找藉口 一定可以做得到 那個 食能減碳的 第一個冷氣空溫 冷氣空溫大概可以 可以設定在28度 那這樣子可以減少很多 等一下我告訴各位數據 然後隨手關燈 隨手拔插頭 剛剛看到那個衛權 不是有一個那個 北極熊寶寶 跑出來這樣 關燈拔插頭 節能 省水更省錢 綠色採購看標章 然後鐵馬步行兼保健 其實現在鐵馬步行做得很好 大家都在騎腳踏車了 然後每週一 不開車 每週一天 一天 然後呢 選車用車 住減碳 多吃蔬食 少吃肉 自備環保 杯塊 跟那個袋子 洗用資源 顧地球 你知道哪一個 給各位猜猜看 猜隊友講 給各位猜猜看 這裡面10個 哪一個可以 真的可以節能減碳做最大的功效 哪一個 你覺得 來哪一個 自備餐盤 不是 不要 你不行 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知道答案了不行 賣Gay 好 我告訴各位 你真的想不到 多吃蔬食少吃肉 對 這個是標準答案 他能節能減碳最多 為什麼 來下一頁 第一個 飲食 可以看到那個 反正連結都點不出來 真的不要用那個塑膠袋 你知道那個塑膠袋 到底 每次提那個塑膠袋 你去市場買東西 一定都會給你那個塑膠袋 那塑膠袋 到底可以 在地球生活多久 你知道嗎 到底多久才會被分解 各位知道嗎 你根本不知道 因為它不會被分解 它不會被分解 都是一個一個的垃圾 人類真的太聰明了 那王永慶太聰明了 做了那麼多垃圾袋 真的是地球 現在最大的元雄 垃圾袋 那個塑膠袋 瓶裝水 你知道瓶裝水 會 像一杯一杯 現在做上這個瓶裝水 所以 真的我們下一次上課 希望各位 可以自己帶杯子來 自己帶杯子 我們底下都有飲水機 真的減少瓶裝水的使用 然後我們現在都在講當地的食材 都在講食材 那個看碳足機 碳足機 碳足機 什麼叫碳足機 就是多使用當地的食材 你只要多使用進口的 那些食品 碳足機就非常的兇 因為它要坐飛機來 它要坐船來 來下一個 地球你知道每年消耗多少瓶裝水嗎 每個人每年喝掉48瓶 可能我們不只 我們這三天下來這個杯水 可能就喝掉不只48倍這樣 瓶裝水每年超過1億5000萬公噸 飲用水的成本是自來水的2000倍 在台灣 一瓶礦泉水 20塊可以買2424瓶的自來水 真的 然後呢 它裡面的塑膠廢物料的汙染 會有環境荷爾蒙的自來物T 製造了大量的塑膠廢料 還有溫室氣體 一瓶有93克的溫室氣體 製作一瓶水需要耗用四分之一瓶的石油 蛤 水跟石油有什麼關係 每個人都會問我們 都會問老師水跟石油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製作瓶裝水要用到石油 蛤 那個瓶子都是用那個啊 你不知道嗎 都是高級的那個提煉 再提煉出來的啊 每年光製作瓶裝水的那個瓶子 就要耗掉1800萬桶的原油 1800萬桶耶 你想像不到吧 來 下一個 柱 隨手關燈 拔叉頭 採光的需求提升照明的績效 這樣子冷氣空溫 不要那個窗戶那個不要外洩 空袋26到28度 這樣子又可以節省很多很多的 碳 碳排放 這些都不會很困難 再下一個 水庫不是蓋來沖馬桶啊 根據自來水公司的統計 台灣家庭最主要的用水 排名第一就是沖馬桶 每天是用水28%拿來沖馬桶 如果每人每天上4到5室的廁所 一個人光一年沖馬桶的水量 可以裝滿一罐的 一輛的油罐車 所以你每天浪費35罐兩公升 裝的寶特瓶的清水 在馬桶裡面 你沒有想到過吧 這些數字都很簡單 但是你連想都不會去想到 因為沒有人幫你統計 沒有人告訴你 所以你用回收的洗衣的廢水 來沖馬桶 洗衣服都有很多廢水 洗衣服的廢水都流到哪裡去 流到你不知道的地方去 因為那管子就直接接到地下 你哪知道啊 稍微這個 多一點點工夫 讓自己可以省很多的水 光這些水就省掉多少 你不要看那個 好像沒有多少水費 所以 問題是你的下一代 你如果 你來參加台灣民政府 你是不是想要讓你的下一代 有夢想有未來對不對 結果你的下一代有夢想有未來 然後他告訴你說 爸爸我要水 因為沒有水了 媽媽我要水 因為地球沒有水 台灣沒有水了 有通通都有海水 但是又不能喝 因為地球升高了嘛 由於台灣的水價太過便宜 只有瑞士內瓦的十分之一 巴西聖保羅的二分之一 香港的四分之三 導致台北市成為全球最主要城市裡面 排名第二浪費水的城市 這個台北市沒什麼拿到冠軍的 像這種都會拿到冠軍 第二名 浪費水 全世界第二名的城市 好 先看到這裡 我們現在下課休息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我們再回來現場 好 請客 請客